這一次這個麥卡錫因為他春季就要來 其實時間壓得非常近 會不會造成這個去年的佩洛西效應 而且這是不是這次新任的這個葛魁 他們首要面對 新任內閣首要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第一個美國政府以及這個民進黨政府 都必須要認真來評估 因為你們造成的 那結果你要承擔 你不能說你民進黨造成的 然後你結果要全民來承擔 要2300萬人承擔 這不合理的 也不負責任 所以你既然完全執政完全負責了 那大家把政權交給你 你做決定嘛 那結果你負責 民主政治就是這樣子 你國民黨也不肯離他做決定 國民黨反對也沒用啊 國民黨也不敢反對啊 目前就是這樣子 我先問一下 他就是說這個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就評估說 那北京目前還是人才取得有和平的手段 不是用無力啦 但是他也一邊在準備這個軍事準備 是因為從去年這個佩洛西事件之後 發現說可能這個和平統一可能無望嗎 我們當然認為兩岸不能夠有戰爭啦 戰爭真的蠻慘的 而且結的仇也非常深 那所以我也認為說除非到了這個 非常...就是說... 怎麼講呢 就是到了北京實在是忍無可忍 沒有辦法不動武的時候 他才會動武 那一般的狀況我認為他是不會動武的 沒有什麼道理嘛 那你造成這麼大的這個傷亡慘重 而且北京不是一直講嘛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嘛 那你現在不是不打 你現在要中國人殺中國人 我覺得這個下場很悲慘啦 所以我認為除非你台灣做的 讓北京不得不動手 否則的話我認為北京是不會動手的 兩岸之間領導人都要想辦法 怎麼樣能夠盡量讓兩岸和平嘛 我想和平才是最高的指導原則了 那美國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在反中的部分 那個曼卡錫也傳出說春季會來訪台 那現在是拿台灣又把它當成一個 他的一個政治舞台嗎 對我們台灣到底有什麼好處 而且如果我們台灣既然擋不住的話 就像您有談到的就是說 他們是不是應該對我們台灣負責到底 不是玩完了拍拍替捕就走了嗎 你說佩洛西來一趟走了嘛 那現在海峽中線不見了嘛 那佩洛西有講什麼嗎 有負什麼責任嗎 通通沒有啊 所以老美當然就是說因為抗中變成 美國共和黨民主黨他們共同的一個態度 所以202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 總統副總統要選 13個州長要選 435個眾議員 100個參議員全部改 對不起 33個參議員 435個眾議員全部改選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是一個很競爭很激烈的一個政治年 那台灣勢必變成美國的 等於變成一個競選的舞台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到台灣來混一下 所以你看眾議員的中國 所謂中國的特別委員會要到台灣來開會 美國國會開會怎麼跑到台灣來開委員會呢 你可以想像我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外交委員會跑到美國去開委員會嗎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如果他們把台灣當成一個政治舞台的話 我認為不排除現在美國總統要發表政見 或是要競選辯論 搞不好都選擇台灣做舞台 那台灣要想啊 他們選擇台灣做舞台 台灣的好處是什麼呢 台灣沒有什麼好處的 就兩大之間難為小嘛 兩頭大象打架 這個中間的草地一定會受傷 所以我才講說你美國如果要把 因為但你也擋不住啦 民進黨當然很歡迎嘛 國民黨也不敢反對啊 國民黨今天如果說不歡迎麥卡錫來 不歡迎佩洛西來 不歡迎美國的眾議院到台灣來開委員會 那一定被戴帽子啊 所以你跟北京唱和啊 所以國民黨也不敢反對啊 但是國民黨又擔心 那個結果對台灣不利啊 所以國民黨處在一個兩難之中啊 那我覺得應該跟美國講清楚 你來好吧 你擋不住嘛 台灣過去70年 如果不是因為美國 台灣早就被北京拿去了 這是一個事實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軍事上 你也必須要靠美國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你美國來你就要負責到底啊 你不能玩一趟 然後拍拍屁股跑了 然後後果讓台灣來承擔了 台灣承擔不起這個後果 海荒鮑魚乾杯 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哦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CTI 714 享有折扣哦